各位老铁大家好 我是万货 今天照常给大家带来开包视频 原来都没想着每周定期能够跟开包视频了 但是最近就是发现每周坐着坐着坐着 坐着SPC打打这个打打那个的 总能传出一些包 今天又是传的36个包 而且这都是可以开出牛逼货的包 那些什么银卡包垃圾包 我都已经开完了 就不给大家耽误时间了 而且这还不是全部的 还有我们两个黑卡的peak 对不对 还有其实三个六个包开完之后 我可能能开出RAR的欧冠兰卡的话 我还可以再去做个SPC 还可以再出一个 也就是希望 当然对于非球来说 这一切可能也都是浮云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黑卡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运气 这一周的第六周的黑卡 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水的 当然开出好货也是可以卖的 所以说不废话 第一个包里我们有 那就选他吧 其实还可以沾卡 稍微有点像本耶德的那种病位 我觉得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主要你看一个前锋 有85的Dribble 还有86的身体 这个真的还是挺罕见的 虽然速度慢点 但射门也还不错 而且最不计的 如果你什么用不着他的话 他还是张84的黑卡 还是以后可能有些SPC 还是可以用到的 所以说我给他60分第一个peak 第二个peak Oh my 所以我们是可以选一个狐煤 这样的话以后 以后不对 不对 我脑袋乱了 这个红卡是不能用来做SPC的 对吧 所以既然这样的话 不好意思啊 我好久没开红卡了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的 选择本耶德 会成为我们的一个超级替补啊 这一拳基本上这周最屌的几张卡之一 居然被我们收入当中 OK 算是不错啊 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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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开了个好头 其实最近今天外卫心情是比较的抑郁的 因为最近真的这个市场是一种 没人看得懂的崩溃 就是你谁都不知道 我问了好多大神 脑袋在这个市场 为什么突然就开始这样了啊 因为我其实最近还准备了很多骚操作想做 然后一直就开始崩 就是完全没有预兆的特别的让人摸着头脑 但是谁都不知道 这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说万卫其实差点挺郁闷的 但是刚才开了个本耶德 好吧 让我们继续看一看 之后我们这三十几个暴力 能不能再开出点什么好货 有一张欧冠卡 这个欧冠卡虽然没有 但是可能有些SBC是可以用到的啊 啊 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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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一个欧冠卡 现在这欧冠卡看来是挺 暴力挺高的啊 所以说呢 现在也许真的是一个开包还算不错的时段 这周虽然黑卡的质量普通比较一般啊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开到 呃 这个鬼卡 对不对 或者是现在这个 哎 好像有东西啊 西班牙的striker 哎呀 Lodrigo 但Lodrigo现在已经完全不值钱了 现在已经完全不值钱了 这所以说我们总是要用这个二元辩证的理论去看待这个现在的市场啊 虽然爆率可能有点高啊 对吧 各种卡可能开的会比较多 但是呢 啊 总体的价格却是崩的又很厉害 有些人可能会挺疑惑的 就是这最近这个崩溃是什么引起的 就是真的我问了挺多高人 哎 这个包有东西啊 我们现在看看能不能开出来点什么玩意儿 但不是一个workout 是一个board 那么是巴西的CP会是 哎 费力配吗 但不行啊 这哥们 这速度有点赖啊 就是我问了很多高人市场方面的啊 说这怎么回事 真的是没人知道 所有的人基本上都告诉我 想一想去就告诉我一个原因 就说死骂EA又在后赶搞鬼了 哈哈 可能真的只能这么解释啊 但可能他他们突然放多了很多的出货量啊 那些卡都已经不在稀有了 嗯 这个就真的没法解释了 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呃 你如果想等这批卡在反弹 那么可能小范围的一点点的回扬那种 呃 回光反照式的 稍微的小反呢 可能是可以有的 也可能就是在我录视频的这个时间段啊 但是长时间来看 他一定是会越来越下越来越下 这个卡包好像是有些东西有没有 还是我看错了 OK我看错了 哈哈 所以说啊 对大家来说都是不太走运 但是如果OK 有一张啊欧冠卡 如果你真的 现在手里还囤了一些东西 想挖架操作啊 跟玩个一样 那么 赶紧及时止损 也许是对您的最好的方案 因为在之后我们可能迎来的是第二批鬼卡 这可能是马上就要有的 然后还有 呃 黑五的活动 可能黑五活动之前 还有些其他的妖蛾子 我也不知道啊 总意 啊 这个卡包 我们来看一下 能不能开出点什么 workout 又是法国的stracker 我去马上就去了啊 又一个啊 现在不是钱了 他已经第二批拉卡了 那你马上真的很好用 是真的真的很好用 他可能是现在国的俱乐部 进球最多的人 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真的挺好用的 很稳啊 很稳啊 现在正好是 呃 这么一个时间点 如果你们还没有录 然后因为可能之前你们比如说 真的特别纯屌丝啊 特别飞之类的 现在其实是个录这些卡的什么好时机啊 small prime gold player patch 这里有三个闪金球员啊 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 但是好像没有boot 哈哈 舒适啊 非常舒适 可以多多 这两个包里 其中一个应该是 是可以出欧冠闪卡的 我不是很确定啊 我们现在把这两个包开了看一下 情况 有一张欧冠闪卡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做其他的sbc任务了 这个包好像挺二的 什么都没有 ok 我应该没记错吧 应该这个包那就是应该是欧冠的了 求求你们了 别坑我 别坑我来一个欧冠吧 来点蓝 来点蓝 求求你们了 what 没有吗 真的没有吗 那就是另外的包 鲁加尼 那可能是这两个包的其中一个吧 哈哈哈哈 我们就像舔狗一样的舔 疯狂的舔的这些包啊 这个包好像也非常女神 非常高冷啊 非常高冷 难道是我真的记错了吗 不等吧 好歹见点蓝吧 同学们 我操这个 嗯 不行啊 那就 没有欧冠瑞亚卡了吗 我操 求求你了 蓝的成的都可以 我操啥也没有啊 两个小粉丝呢 给我来个闪金卡吧 诶 笨人 12个闪金 item 能够出什么呢 哎 好歹有了 有了 还能不能来个 哦没有 这是一个board 这是一个board 我们看的这个国籍 原来是 他当什么 他当什么 不要提醒我 不要提醒我 他不是谁 对对对 叫这名 哈哈 嗯 12个全是闪金球员 这个暴率应该还是比较高的吧 果然 果然 果然是有果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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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鸭子 我一踩着GP的时候我都尾了 是鸭子 鸭子 鸭子还是能挣点钱的吧 虽然现在 他应该 他应该也是在降价 但是 这毕竟是鸭子 OK 这有点难办了 因为我刚刚把我的后防线 全部换成了西班牙的后防 哇哦 还有个儿子 还有Fakier 西日谷 哇哦 这个包如果是在早期游戏呢 很强啊 但我 他能卖吗 他不能卖 哦 这是一个untreadable的包 All right 哈哈 I fucked up 但这是一个闪金 不 这是一个Rare的欧关卡 这非常不错 OK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MegaPack 我的印象中我的MegaPack 从来没出货东西 但是这个包居然连着又出货 OK 这是 嗨 桑切丝啊 也不错啊 我还以为是 OK 桑切丝啊 这个应该 我难道我又把 要把我的西甲 又要把我的西甲的后防 再换回英超吗 嗯 我现在的门架是我之前自己开出来的 那个 酷啊 感觉没有 肯定没有鸭子 我就是 啊 又有 别人这三个了 Oh What else Oh no 胖子吧 不是是 OK Fernandineo 但是他是87啊 很少有人用 我地牙里反而有看到有人用Fernandineo 但 可能是因为速度吧 其实你给他加点速度 这张卡还是挺屌的 哦 还有一个Rail的欧冠卡 然后这个包应该又是不可交易的 OK 这无所谓啊 8歹市上87的卡 还可以还可以 以后SBC留着可以用啊 我们连续三个包都是能量的啊 两个board加一个一个board加两个workout 然后这个又有board What 这么贫 太密了吧 太密了吧 我深深的觉得这两天的股市崩溃跟现在你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啊 各这个这种连我这个飞球的暴率爆成这样的跟这肯定是有关系的啊 好终于有一个没有出货的 就就就就就他们提高的暴率导致的吗 其实没有什么玄学在里面 居然还是个弗洛林奇 哈哈 Prime Electron Player 这个包只有六个卡带可能会牛逼哦 居然还真的有点让牛逼的样的 Oh my god Insta Yes 哎呀呀呀呀 我还以为是谁 哈哈哈 哈哈哈 OK 就是至少闪蓝光了啊 还给我们吓坏了 卧槽 什么人 哈哈哈 不过耶耶这样的调市场价格 给我们视频工作者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啊 就是 什么样的球员才配得上一首BGM呢 这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啊 好像这个是肯定不行的 哦有个迷远套 哈哈 现在我这个Rare的还挺多 这样的话可以融入到我的英超阵里 然后上来把它换到就行了 但可以去做SBC任务 啊不是SBC任务 是那个 那些任务就可以做了 Objective Jumbo Rail Players Pack 听上去特别的吓人 然后好像还真能出点货了 居然还是个Walkout Oh my 意大利的CB又是伯努吉 又是伯努吉 你这就是底价的货兄弟们 现在你这卖不上钱了 哈哈 别走出来还嘚瑟了 没啥好嘚瑟了 你就是个一万多块钱的货现在 哇哦有个特力缩 我居然有个特力缩 What 这种包是略为有点 24个全闪金球员 这个暴力就真的很高 我们把这个再留到最后吧 我们现在再开一个这个水包 水包果然不出货 啊 克拉罗夫到处第二个包 这个包奢了 哈 看来我们只有极希望那个24个闪金包 又是克拉 What 连续两个我可 OK最后一个包又是传说中的24个群 闪金球员包 我这个包不出货 我只不吃香 我活出去了 快这么的这招好郁闷啊 来一个吧 这个是傻了没 傻了没应该是傻了吧 应该是至少有个波 哈哈 但是有个不换的称语是不用吃香的 确实巴西 OK特勒斯 我其实挺喜欢这张卡 他每年这张卡 其实都特别的了 就是说他的 户口稍微有点难混而已 其实你要想混的话 巴西也不是特别难 总之有时候我会去想起来使一使 今天我看很多人使了 效果也很不错 不过我自己是没用啊 然后我们这里还混着一张 Rare的闪欧冠卡 这个包就那么回事吧 总之呢我这周开的都不是说很差 但是真的就是啊 这个现在这个市场真的是让人挺看不懂的 只能这么说吧 OK 那么我不知道你损失了多少钱这两天啊 欢迎给我发弹幕啊 让大家都舒适一下 不能一个人舒适 好了 这期的节目就给大家带到这里 我是温乐 别忘了给我点赞收藏评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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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